今天為了這個派對設計的一杯調酒叫做 Quantro Blossom 那它的意思呢就是指一個盛開的軍路成酒 它很像一個國式般的盛開 當你在喝的時候拚飲的過程 那嘴巴散開你的味道是非常的 很像一個女生在翩翩起舞跳舞的那種感覺 大部分的人呢 他們其實對於柑橘跟六成或是檸檬這樣子的口味 都是不排斥的 它不會像好比說肉桂 或者是一些比較特殊的香料 讓你一喝有大好或大壞的那種狀況 雞尾酒其實就是一種生活態度 那怎麼樣去製造一個好的雞尾酒 那怎麼樣去享受一個好的生活 也就是我們在排隊裡面 就是常常要的元素 沒有什麼問題 到現在我們應該要的 晚上好比對 我們應該要的 我們應該來一支 我們應該兩個 我們應該要的